沙漆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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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表面的粉紅色有夠漂亮 Q性軟性都在裡面 讚 這個豬是吃玉米的 所以它有帶一股玉米的甜度 帶這個去絕對不會丟臉 讓你有面子 歡迎來到川霸的幸福食堂 耶川霸我跟你說 我這個周末想要去宜蘭玩 然後我想要準備一道很厲害的野餐料理 你要去野餐嗎 對 好 那我們做豬肋排三明治來做野餐的料理好了 好啊 OK 來 來 給你介紹 這是什麼 這是美國火烤豬肋排 看起來就很厲害耶 介紹你好料的 來 打開給你看 哇 純霸 它這裡面是真空包裝的耶 對啊 真空包裝比較容易保鮮啊 這個肉品已經是熟的 所以我可以節省很多我醃料的時間 味道都已經進去了 我們喜歡什麼風味就放什麼樣的料 好 那我們再趕快開始吧 好 來 我們現在來做調味 好 這樣子 整片人家已經處理得好好 打開越視覺上越來越震撼了 所以媽 你現在撒的是什麼調味料 這是肉類的調味料 我有調一些紅胡椒粉 大蒜粉 洋蔥粉 OK 那我們把它包起來 這樣包起來完成一半了 簡不簡單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來 我們現在進烤箱了 進烤箱的同時 我們來調一些經典的BBQ sauce 番茄醬 然後再來芥末 然後再來糖 黑糖 黑糖 對 黑糖 好酷喔 它會焦化 會有一股風味 再來這個是水果醋 那這個是烏醋 美國烏醋 你不要去買台灣的烏醋味道不一樣 好 我們把火打開 對 溫度不要太高 像這樣子 有點勾勾的 對對對 中間化開 不會一下子就補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現在我們的肉已經烤好了 已經回來了 我們把它拆開 你看 哇 香噴噴的 哇 哇 超濕的 超濕的 我們說肉汁 裡面的汁 對 那些都是肉汁 擦我們的BBQ sauce 濕一面就好了 對 濕一面就好 濕厚一點 好 我們現在要進烤箱了 來 卡好了 超讚喔 佩佩我告訴你 那你把骨頭抽出來療癒一下 抽出來 你確定 可以 可以 沒問題 那我要轉囉 哇~~ 好會冒煙耶 這個有點厚的嘛 我切一塊給佩佩看 這個觀眾看著就覺得肉超嫩的耶 有沒有 這已經都膠化了 膠質化了 這個來做三明治真的是棒 好 我們現在肉片切好了 那我現在來包三明治 好 那首先我們用小黃瓜 一般美國正常吃法是用黃瓜對不對 對 用酸黃瓜 然後再來我們放番茄肉 它表面的粉紅色有夠漂亮 還要一層肉啊 不可以少了我的肉 我的壽司 BBQ壽司 讓它風味更濃郁 好 今天完美的豬肋排三明治完成 耶 好期待 來佩佩妳試試看 好 妳嘗一塊看看 看它的柔軟度還有它的那個 等這一瞬間我等了很久 輕性軟性都在裡面 讚 它咬一咬然後它的那個肉香就會 肉香會一直慢慢的出來 香香的甜甜的 最主要是這個豬是吃玉米的 所以它有帶一股玉米的甜度 而且完全沒有臭耶 所以如果你怕豬肉那個新臭味的人 你絕對可以試試看 味道真的很豐富 那我們今天這道野餐必備的 美國豬肋排三明治 對 成功 耶 大家一定要在家裡試過看看喔 為什麼豬肉排很常搭BBQ的時候 何味啊 很合味的 很合味的 很合味 春霸的每日台語小教是 合味 沒錯 再唸一次 何味 合味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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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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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香悶 你的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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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